达哈布的蓝洞是一个大约深120米 宽35米的天坑 它的形成方式目前还没有定论 但显然只要与西奈半岛相关 就少不了与神级相关的传说 与地球上所有其他蓝洞截然不同 达哈布的蓝洞被认为是由一块从天上坠落的陨石 落在海岸边的珊瑚礁上所形成的 最特别的是在达哈布蓝洞侧面 大概52米深的地方 达哈布的蓝洞是一个大约深120米 有一个名为拱门的珊瑚礁隧道 这个长达26米的隧道直通蓝洞外的拱海 早上太阳从海对岸沙特阿拉伯升起的时候 光线会从拱海直接穿过隧道进入蓝洞 明亮魅惑的蓝色会点亮整个海底拱门 令观者激动不已 因此这个拱门又被称作水下大教堂 它不仅是一个吸引众多潜水员 前去朝圣的水下奇观 也赋予了蓝洞潜水独一无二的挑战性 达哈布蓝洞独特的地质构造 可以为潜水员提供两种不同路径 但同样动人心魄的潜水体验 刚才提到的水下大教堂拱门 位于52米的深度 只有技术潜水员才能抵达这里 所以水下拱门路线 是技术潜水员和专业自由潜水员的首选 为更好理解这条路线 我制作了一段动画演示 正是这条路径赋予了达哈布蓝洞潜水员坟墓的称号 它绝不是初学者或休闲潜水员可以尝试的挑战 潜水员首先从蓝洞岸边的平台直接跳入蓝洞 然后垂直下前到52米的深度 那里有蓝洞内部与公海连通的拱门隧道入口 在欣赏完宏伟的水下大教堂拱门后 可以穿过26米的珊瑚礁隧道 这条巨大歌特式拱顶隧道 会把你带到蓝洞外的公海 出口处已经是100米左右的深度 珊瑚礁崖壁的深度 从那里继续向公海倾斜到120米 然后下降到150 250 300米 最后下降到1000米 这是只有经过特殊训练 并使用混合气体才能完成的挑战 抵达蓝洞外的公海后 潜水员可以沿着蓝洞的外墙上升 然后翻越马鞍形的珊瑚礁回到蓝洞 在水中做完安全停留后 结束潜水 如此具有挑战性的潜水点 自然也少不了与之相关的传说 蓝洞的诅咒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据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一个倔强的女孩 因不满父亲的包办婚姻 而在这里跳海身亡 死去女孩的灵魂 至今仍徘徊在蓝洞底部 她像希腊神话里的海妖一样 引诱着潜水员们前往蓝洞底部 如大教堂拱门一样 宏伟的珊瑚礁隧道朝圣 并在那里吞噬掉他们的生命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一个荒诞不惊的传说 那么蓝洞岸边崖壁上淋漓的墓碑 则会让你明白 蓝洞作为世界上最致命的潜水点 绝非浪得虚名 在距离蓝洞只有不到100米的崖壁上 你可以看到17块献给潜水员的纪念性墓碑 这让整个海滩看起来就像一个目的 十几年来 至少有200名潜水员在这里丧生 其中大多数遇难者 是训练有素的技术潜水员 潜水教练以及水下摄影师 只有少数遇难潜水员的遗骸被打捞上来 大部分遇难潜水员的遗骸 连同他们的装备还沉在蓝洞的底部 因此蓝洞是名副其实的潜水员的坟墓